詞曲 李宗盛 各位吉祥 很久不見了 三個星期 我們今天繼續看法拒經 如果有朋友未上過這個課 我們這裡的流程是怎樣呢 就是先讀法拒經 我們今晚會講到那些紀祥 然後我們慢慢去研讀一下 究竟它的紀祥的意思是什麼呢 今晚我們開始看法拒經 就是第22品 地獄品 第22品 是由306計開始的 我們上次就完成了第21品 OK 我們開始吧 麥敬世尊 阿羅漢正等正覺專者 第22 地獄品 第306 說妄語者墮地獄 或以作言惡無作 此以惡業者死後 他世同受地獄苦 第307 多加沙前頸 惡行不節制 惡人以惡業 終墮於地獄 第308 若破戒無濟 受人順思食 不如吞鐵園 熱蟲火驗出 第309 放日淫人妻 別遭於四事 獲罪誰不安 匪生地獄死 第三百一十解 非福並惡趣 恐暴惡甚小 國王家重罪 故莫淫他苦 第三百一十一解 不善執姑沙 則傷害其手 三門作邪行 則取向地獄 第三百一十二解 諸有蟹墮行 及染污戒行 懷疑修凡行 彼不得大果 第三百一三解 應作所當作 作之須盡力 放蕩又行增 增長欲塵 第三百一十四解 不作惡業性 作惡後仇苦 作諸善業性 作善不仇苦 第三百一五解 譬如邊區城 內外君房戶 自戶當逆矣 擦羅莫放日 擦羅疏忽者 入地獄仇苦 第三百一六解 不應修而修 應修而不修 懷此邪見者 眾生吹惡趣 第三百一七解 不應報見報 應報不見報 懷此邪見者 眾生吹惡趣 第三百一八解 非過思為過 事過見無過 懷此邪見者 眾生吹惡趣 第三百一九解 過失知過失 無過知無過 懷此正見者 眾生吹善趣 我們不要說斬眼 這個眼斬了很久 兩年了 南傳法句經 我們講到第二十二品 由第一品講到第二十二品 足足講兩年了 是前年2018年8月開始說的 今年是8月 中間每逢冬天我都放假幾個月 兩個月 兩個月 有時三個月 總共都說了一年多 我能夠堅持說 你們能夠堅持聽 大家都很聰明 實在不簡單 能夠堅持做一件事 年紀真是每個星期三 堅持做這件事真是不簡單 所以你很聰明 我們今天就看第二十二品 第二十二品這個地獄品 名字都說了給你聽 這品是說什麼呢 這品是說地獄 說地獄 地獄 我昨晚說英文 說英文說起那個業報 黑業、白業的業報 因為是英文班 我解釋給一些英文人說 地獄報是怎樣報 當然在南傳的經典 很少會說到形容地獄是怎樣的 但我們在北傳的經典裏面 尤其是在《地藏經》裏面 就形容地獄 有無間地獄 有火燒地獄 有火湯地獄 諸如此類 我形容那個火湯地獄給白人聽 每個人都聽到嘖 他們覺得沒有什麼可能 我說火湯地獄是怎樣的 例如一個人 此生或過往生流轉下來的葉 都是不鮮的葉 很多不鮮的葉 你生命走了就落地獄 落沙漠道 其中一個就是地獄 地獄道 在地獄道的時候怎樣 地獄道的時候 或者去錄 火湯地獄 什麼叫火湯地獄 即是說 有隻大鍋 燒湯也好 油也好 滾滾滾滾滾滾 滾滾滾不是要打火鍋 而是把這個人扔下去 一扔下去 就把肉燒到爛了 就剩下棚骨 棚骨的地獄 就把棚骨拉出來 放在一個地方 那些肉又會生長 當它生長了肉 又再扔下去 他多次受地獄苦 多次受這個地獄苦 聽到很多人害怕 怎麼搞的 真的這麼害怕 你和我都沒有去過地獄 我不知道 有去過 可能我們都忘記了 誰知道我們前生去過哪 有去過 可能忘記了 但是我們這一生 忘記了我們有沒有去過地獄 但是是否真的要去過地獄 才知道地獄是這樣的 不是的 我們人間也有這樣的地獄 例如你們在會 有些曾經在醫院做過 或者仍然在醫院做事 就知道了 比如在燒傷病房裡 每天要跟燒傷的病人換 換些 換些 dressing 叫什麼 洗傷口 洗傷口 換沙布 簡直就像剝皮地獄一樣 簡直把那塊 沙布拔出來 好像真的把皮 煎出來一樣 所以你說 這就是人間 在人間看到的地獄相 不是真正正 要死後才能看到地獄 他們聽完 最初聽說 火湯地獄 每個人都治癒了 但再告訴他們 醫院你會看到這樣的現象 在醫院你會看到的現象 根本就是地獄相 呈現地獄相 讓我們看到 這個地獄相 就是真正受苦的地方 你看看地獄品 一定是說受苦 他可能是說受苦 或者說 怎樣你就會有地獄 怎麼會跌到地獄 我們看看第一句話 他第一句話 說妄語者墮地獄 或意作言我無作 作意惡業者死後 他勢同受地獄苦 他說妄語就是說謊 大家都知道妄語有四方面 第一是說謊 第二是操言惡意 第三是挑撥是非 第四是欺笑龍話 這四種都叫妄語 所以不只是說謊才叫妄語 挑撥是非 挑撥離間也算妄語 這個肯定是妄語 你在B 面前說的C 在C 面前說的A 在A 面前說的D 這些就挑撥離間 這些都算是妄語 他說說妄語的人會掉落地獄 作惑意作言我無作 或者說什麼 說一些他做了的 他說我沒有做過 我也沒有做過 我們小時候不是很 我們小時候不是經常都會說謊語 你們有沒有說過 我小時候都有 比如我記得我小時候五六歲的時候 我沒有 我想三四歲的時候 我們住在中環 我大哥就帶著我的哥哥姐姐 四個就在後街上玩 後街叫做梳行街 賣布的 很多貨車上上下落 誰知道媽媽就在那裏浪衫 在那裏浪衫 就看到為何有五隻樓爐 在街上走來走去 原來是自己的兒女 回到上來 就拿著藤條等他們 拿著藤條等他們 當然一定有一個人說 不關我事的 大哥大了 這個人說不關我事的 二姐姐大了 一定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也記得我曾經有這樣的 媽媽就去街市買菜 買了菜回來 我都不記得是真的 即是真是事實 不是事實 那時候小時候 實在都不是環境好 有時候買些燒納 他就給你一塊燒骨 就拿了一塊燒骨 回來 那他不知是否真的 只是給我 因為只是給我和我姐姐兩份 那我姐姐走過來搶 我說 好的 他說什麼你 媽媽說我也有份 你沒有份 一手就把他吹到六個樓梯 然後 然後 我忘記了 然後 老媽子就說 嘿 即是說我們頑皮 我沒有說不關我事的 不關我事的 他搶我的舊骨 哈哈 你說是不是 狗咬狗骨 兩姐妹在那裡打架 就是為舊骨來打架 狗咬狗骨 即是 那我不關我事 我沒有說過 不關我事 是他先的 是他搶我的舊骨 那麼我沒有作 你推他下去 我沒有啊 我沒有啊 我現在還記得 幾歲 他不記得 他真的大慈大悲 他不記得了 我記得很清楚 可能就是狗咬狗 就是根深蒂固 那麼 畫耳作言 我沒有作 此以惡業者死後 唉 我都很快要將 今晚說出來 就算過 起碼過了 哈哈 這兩個惡業 這兩種惡業 即是網語 真是做過 說了網語 第二就是 真是 有做到 現在說自己 我沒有做到 你兩件事是怎樣的 他世 他世之後 過了這一生 將來那一生 他世同受地獄苦 在來生一定會受地獄的苦 在那時候 這個故事是怎樣出來的呢 就是因為這個人 佛陀的信徒 在那時候 因為佛陀遭到宏法 所以他的學生 他的信徒 日來越來越多 當信徒多的時候 他的聲望 他的共養等等 都會越來越多 是不是 有些人 那些 那些愛道 以前在佛陀的時候 很多愛道 那些愛道 就很不抵得 很不抵得 如果佛陀的聲望 如果佛陀的聲望越來越好 他們就沒有地方站 就等於我們世俗人 譬如我們在職場做事 我不夠惡 我就會被人 欺負 或者我不夠 圓滑 我又不能得到老闆 去欺負我們 他就想想 要怎樣 要陷害佛陀 實在這個故事 你們聽過 你們聽過 如果你們以前有聽過 你們聽過很多次 就是 他找了Sundari 就是怎樣 扮得很漂亮 扮得很漂亮 就塗了 胭脂 口紅 穿得很漂亮 夜媽媽走進去 徵社那裡 夜媽媽走進去徵社 第二天就一早走出來 被頭散發 那些人說 Sundari去哪裡 我昨晚和 Gottama 這個 喬達摩 有一個 梁 總之 過了很好的晚霞 好好的晚霞 我們 有些人 如此這般 整個禮拜都是這樣 晚上就走去徵社 那些人群就問他去哪裡 我現在去徵社 我現在去見喬達摩 早上有些人就看到他回來 你昨晚去了哪裡 我昨晚就在徵社裡 和喬達摩共度一縮 大家也猜測到他做什麼 過了幾個月就說自己懷孕 懷孕就要承擔肚子裡的小孩的責任 怎麼知道佛陀說 孩子呀孩子呀 你和我都知道什麼事情發生 突然肚腩那條繩綁著那些 刀機就掉下來 那個大肚就沒有了 大肚就沒有了 就害怕了 就走了 那些外道又害怕了 那些外道又害怕了 因為他們知道 他們知道佛陀和國王 國王是佛陀的很虔誠的信徒 那些外道怕那些人找到孫陀羅 孫陀利就找到一個證人 就知道是外道請他 外道就把孫陀利殺死了 殺死了就藏在一二邊 第二天就在州散播謠言 就說這個喬達摩就把孫陀利殺死了 和他有污染之後就殺死了 諸如此類 要去稟告什麼 去國王那裡 要去捉這個喬達摩 國王說 好啊好啊 那好啊 你先去找孫陀利出來 先去找到孫陀利 就告訴國王 你看看 要不就是喬達摩 要不就是喬達摩的信徒 自己把孫陀利打死 你一定要誠之於法 國王說 真的這樣啊 你去醒來告訴別人 告訴別人 告訴別人 這樣的事情 捧著孫陀利的屍體 就去醒來說 他們就真的捧著屍體去 佛陀呢 佛陀呢 很淡然地 很安穩地 很淡然地 他說 和弟子 和信徒 和彼優說 彼優說 彼優說 你們去跟這些人說 他們說 他們說謊 會落地獄的 犯了妄語的人 或者做了又說自己沒有做的人 他來生一定會落地獄的 叫他小心一點 你想想 這些人 這些人 這些愛道 犯了兩種的罪 實在 國王也派了手下 去查究竟孫陀利是怎樣死的 終於發現 當然不是佛陀 或者不是佛陀的信徒殺 一定是這些愛道殺 終於 國王抓了這群人 問他們為何會這樣 終於他們就承認 是他們殺了孫陀利 佛陀就說 你們在誤裂 誤裂佛陀 有誤裂佛陀的信徒 只是為了要什麼 要去羞辱佛陀 實際上佛陀的信徒是無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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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是大錯 聲明更加好更加高 更多人相信佛陀 更高的榮耀 實際上是在我們人生間 我們經常都會看到這些事情 只要自己問心無愧 將事實擺放在面前 自己問心無愧 將事實擺放在面前 真的他們需要 當時是完全不需要辯駁的 師父教導有一句說話 是非不辯是解脫 就是這個意思 清者自清俗者自俗 我們中國人經常有說 內說是非者 辯是是非人 所以有很多時候 譬如別人毀謗你 誣蔑你 誣蔑你 我告訴你 如果你要繼續說話 是會越描越黑的 有時慢慢沉澱 慢慢沉澱 慢慢過濾的時候 大事將它化小事 化毛 如果小事一邊說 就變成小事會化大 大事會化更大的事 就變成反而是傷天害你 害了自己 害了別人 第三零七解說 多加沙前頸 惡行不節制 惡人以惡業 終墮於地獄 實在這個故事 又是以前你們都聽過的 不過雖然是差不多的故事 但實在見的東西不同 大目見年尊者和阿勒叉羅尊者兩位 他們兩位 記得在山上下來 在路上看到什麼 看到一些醜樣的鬼 記得嗎 以前不是說過的嗎 有一隻是蛇身人頭豬嘴的惡鬼 記得嗎 第一次 蛇身人頭豬嘴的 你想想多醜樣 這次他們看到有些惡鬼 他們看完這些惡鬼的時候 看到這些惡鬼 這次見過有五隻受苦的惡鬼 這隻五隻惡鬼都是被火燒的 被火燒的 回到精舍的時候 勒叉羅尊者告訴佛陀 我們剛才下山的時候 看到五隻惡鬼 被火燒 但不知為何 大目見年尊者微笑一下 佛陀說 我在過往生 自己將來要奏成佛的時候 這五隻惡鬼都是出家彼優 他們對修行沒有興趣 懶惰 所以也不尊重戒律 所以犯了很多不善的行為 做了很多不善的行為 因此他們死後就在地獄受苦 在今生他們變成一些惡鬼 他們繼續受到自己的熱暴 剛才所說的 這一個地方 就是牧見年尊者和勒叉羅尊者 可能他們經過這一個地方 經常見到這些惡鬼 每次牧見年尊者 見到這些惡鬼惡鬼 或者被火燒的鬼 他們都微笑一下 勒叉羅尊者覺得很奇怪 為何大牧見年尊者見到他們會笑 大牧見年尊者就說 他微笑不是大笑 他不是去笑這些鬼 而是說 我真是替他們難受了 我也很幸運 我自己離開了那種下三度的景況 自己會心微笑就是說 我真是幸運 我碰到佛台 我有機會修行 我能夠離開那種惡道 這是對自己來說的 這個微笑 但他實在內心 是對這些惡鬼有很大的慈悲心 所以他就告訴勒叉羅尊者 他笑微笑的原因是這樣的 第二 第三百零八計 他說 若破戒無濟 受人順思食 不如吞鐵軟 熱蟲火燕出 若破戒無濟 無濟就是不跟制度去 破戒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守戒 當然這個跟比丘說 我們比丘來有三百四十八條戒 比丘有二百五十條戒 這是出家人的戒 在家人可以守五戒 有時出一十五 或者六齋日 或者十齋日 你可以持百關齋戒 有一些藍傳的三美利 就守十條戒 戒就是說道德 幫我們怎樣 止惡修善 他說若破戒無濟 如果一個人破戒 犯了這些錯誤 受人順思 他說如果受人供養的話 不如吞鐵軟 熱蟲火燕出 他的果報 他的果報 還超越過 好像在地獄要吞鐵軟 那種慘況 而吞下去的時候怎樣 那些火在口裡走出來 在口裡走出來 因為那顆鐵軟 是被火燒到紅了 要吞下去的 那種難受 這個已經難受了 吞鐵軟 這種難受也不及 在地獄受苦那種難受 不如吞鐵軟 不如吞鐵軟 饑荒的時候 你知道一饑荒就是食物不足 那比丘是靠供養的 比丘是靠供養的 有一群比丘為了自己有足夠的食物 就是假裝自己已經正到性果 假裝自己入樓 假裝自己得到衰托援過 或是斯托喊過 或是阿諾漢過 那村人不知道 普羅大眾不知道 不懂得看 或者他們根本自己沒有修行 就說他們不知道 但是他們一樣會供養給丘 供養給丘的時候 他們就一直供養 就算自己不吃 都比丘吃得好 結夏安居園 就是三個月的結夏 就是雨季的結夏 就是由四、五月 在印度 就是雨季 就是由三月開始是雨季 一直到九月左右 九月、十月 那幾個月 就是有一個叫夏安居 如果入了我們北全 就是中國的佛法 就是農曆的四月十五 到農曆的七月十五 我們就叫做結夏安居 結夏安居 即是我們安住在寺廟裏 不出去托伯 為什麼會有結夏安居 就是因為 佛陀以前和比丘 全部都是出去托伯 行黑 但是一到雨季的時候 在印度 就有很多叢蟻走出來 那時候有很多居士 就看到佛陀和所有的僧眾 在出去托伯之餘 就會不知不覺 傷害到很多這些蟲蟻 那他們就發心 起精舍 以及發心跟佛陀說 佛陀不如在雨季的時候 你們禁足 禁足即是說 不要出去離開寺院了 然後我們就怎樣送食物進來 送食物進來的時候 就讓你們可以安心在寺廟裏辦到 等於我們現在寶林 我們每年都是結夏安居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都是結夏安居 安居緊 就是盡量都不出去 尤其是過夜更加盡量都要避免 除非是做三寶的事 即是做寺廟的事 真是要做寺廟的事 真是才要出去 所以在那時候 那些比丘就結夏安居 那安居員呢 每個人都怎樣 他會回去見他的老師 即是去佛陀 看看這個是習慣 也是一個禮貌 告訴自己老師 我這三個月學習成怎樣 實在說是自己的責任 但老師也看到你究竟學習成怎樣 或者修行成怎樣 他們就去佛陀鼎禮 住在佛陀這個城市 所有的比丘 在七月十五時 就去佛陀鼎禮 誰知道 有其他比丘在其他城市 每個人都疲惑骨壽 因為既是悍災 其他城市的比丘 就疲惑骨壽 但這個不其丽的比丘 為何個個肥肥白白呢 好像這段時間 我看到你們在網上 不知道是否因為在COVID 困了你們在家 在家裡 就一味是焗餅 拆餅 煮食 每個人都肥肥白白了 不同的那班比丘 在那些窮困的鄉村 沒有人受供養 佛陀就會問 你們在結合安居 修行時 碰到有什麼困難 或者有什麼得著 注意遲類 就問他們 在結合安居時 你們的供養夠不夠 食物夠不夠 佛陀問這班 拔其來的比丘 夠不夠供養 他們說沒有問題 佛陀實在心裡有數 知道這班比丘 為何會有這麼多供養 就是因為他們說謊 因為他們說謊 所以有這麼多供養 佛陀就說 在饑荒的時候 你都能夠得到這麼多供養 為何會這樣 這班比丘就回答 我們就利用一些方便語 方便的網語 我們就告訴那些村人 我們得到聖果 所以我們得到這麼大的供養 佛陀說 你們這樣方便網語 方便說 譬如A問B 你今天怎樣 我今天這樣 B就說你當然正誤了 譬如等於你的兒女去考試 或者你的孫子去考試 兩個小孩 A和B小孩說 A說 B你回答得怎樣 B說 我這樣回答 你一定回答得好 你一定得到100分 你真的會考第一 那些村民聽到的時候 怎樣 他們會說 對呀 他們得到聖果 這個又這樣說 那個又這樣說 那個都以為他們有聖果 所以就供養他們 佛陀就說 哦 這樣啊 他們覺得你們有聖果 是呀 我們就是這樣 佛陀說 那你們究竟有沒有得到聖果 一句話就直問他們 那你們究竟有沒有證到聖果 他們在佛陀 在老師面前 怎麼敢說謊 是不是 他們說 沒有 沒有證到聖果 佛陀說 你沒有證到過 你沒有證到聖果 而自己說自己有聖果 這個是大妄語 你千萬不能做 因為為什麼 這個會落地獄 落地獄的時候 就好像吞鐵圓一樣 吞一粒燒熱的鐵圓一樣 那些火在你的口裡走出來 你嚇到你 嚇到你嚇到你很痛 所以 有時 有時 我們可能不是親口說 說謊 但是我們說些東西 令到對方覺得自己 又得到聖果 所以要很小心 我們說話 真是 好了 第三零九旗 他說 放日淫人妻必遭於四事 獲罪稅不安 匪三地獄四 放日淫人妻 即是有第三者 第四者 第五者 第六者 一定會受四種惡暴 哪四種惡暴 一就是 有罪 即是有不善的果 第二就是睡不安 即是睡得不安樂 當然 怕對方的丈夫找到 你知道有些人一聽到自己的太太 原來有外語的時候 尤其是男性 很多時候會發脾氣 可能真的去殺人也不定 第三就是匪三 即是會被人誹謗 第四就是落地獄 第三就是被人誹謗 第四就是落地獄 所以獲罪 誰不安 匪三地獄 四就是這個意思 第一就是會受不善的果 第二就是睡得不安樂 第三就是被人誹謗 被人在背後笑 那個人又和那個人有厭 諸如此類 在你面前可能不說 第四就是落地獄 地獄當年不是你一生受的果報 是來生受的果報 這個故事就要兩句一起看 第二就是三百一十計 他說 非福非惡趣恐怖落甚少 國王家重罪顧莫淫他苦 他說 非福非惡趣 邪淫不僅止 那些讓你做種種的惡業 亦都會讓你落地獄 惡趣的落地獄 他說恐怖落甚少 很多的恐怖 但快樂就很少 他說 國王家重罪顧莫淫他苦 國王家重罪 就是說你會受到很大的懲罰 以國法去治你很大的懲罰 顧莫淫他苦 記住不要奸任其他婦女 我們中國人有一個叫做浸豬籠 是嗎 浸豬籠就是當發現有些女士出軌的時候 把豬籠放進去 又把他放進海裡 或者放進糖裡 淹死他 這就是國王家重罪 這是當時的法 文化也好 什麼法也好 但是當時的法 就是說這個慘磨 這個鏡頭很英俊很瀟灑 那些女士看到他 每個人都被他迷著 沒有發抗他 真是魅力沒法黨 魅力沒法黨 每個人都黏在他身上 所以他經常跟很多女士私通 他完全沒有良心不安 國王的手下 前後三次都捉了他 但是捉了他給國王 國王都不判他 為甚麼呢 因為他是孤獨長者的侄 孤獨長者的侄 大家都知道孤獨長者 其樹級孤獨院是孤獨長者 是捐出來的 用金銀鋪地買了那一塊地方 他的長輩是一個 這麼有修行的在家人 在佛陀的時代 孤獨長者是數一數二的戶法 大戶法 而是一個很謙卑的戶法 從來不要求佛陀給甚麼好處 從來不要求給優 或者等等給甚麼好處 而是一個很謙卑的修行人 從來也不去標榜自己 如何去護持佛陀 在他有錢的時候 他毫無淪失 但是他沒有錢 他曾經在一度的時候 曾經試過生意失敗了 他每天都拿供養去蒸舍 因為他知道這是在家人要做的事 在他沒有錢的時候 他在後化院拿了兩隻手 拿起一些泥 拿去蒸舍 放在一棵樹下 讓泥土放在一棵樹下 然後就說 讓這些泥土可以護持這棵樹 讓這棵樹可以長大 將來可以遮蔭更多的修行人 在這裏修行 所以公養不是大或小 是出心 最重要是出心 你們聽過我和師父的對話 在五台山的對話 就是在寺廟走出來 我和師父在朝五台山的時候 在寺廟走出去 師父每天都派 派什麼呢 派五個仙 那時的五個仙 不是硬幣 是紙幣 在大陸 那整班小朋友 就是乞丐 坐在那裡 骯髒骯髒的 每天我來了 我跟師父就是四天 四月初三上去 四月初六回來 其實我那時 就是要回到五台山 要回到香港 誰知師父上五台山 我就跟上去 再上五台山 師父每天在三袋 就掏出一大疊 這麼大疊的五個仙 一號紙的紙幣 你知那時人民幣很殘忌 骯髒骯髒 逐個分 真的離開三至四十個 一衣 他們知道 有外國遊客 例如香港人的例 他們很早就排隊坐在那 晚上我們去潮原山 回到回到 又是全都坐在那裡 師父又看到 在一個袋上 又拿一搭 五個仙 一號紙出來 又排 如此這般 就派了兩天 派了兩天 第二天我們要離開 前一晚就派完了 我們每個人都去探望師傅 師傅坐在床上 翹起雙盆坐在床上 我們好像小孩一樣 擔起小椅子坐在師傅旁邊 坐在師傅下面跟師傅聊天 我舉手問師傅 師傅我可否問你一個問題 我當時還未出嫁 我預備回家出嫁 師傅可否問你一個問題 可以 可以 他那些不鹹不淡的國語 可以 我說師傅你明知道那些小孩是假的 你每天都這樣給那些小孩 每天都是那些小孩 我說黑了就應該不用再黑了 今天黑了明天就不用再黑了 我說真是假的 你知不知我師傅說了一句話 真是那個智慧真是大到不得了 真是假的關你什麼事 真是假的關你什麼事 你給錢是你的事 真是真是假的關你什麼事 你給錢是你報事是你自己的事 你是不是真是假的 你真是假的 你真是你問他 你是假的 是假的 你不給錢 那你就不對 你就不是報事 你聽到我講什麼 是我師傅說的那些新匯話 我經常學她說 因為一說就很親切 她說對方究竟是真是假 和你報師這個心 是不應該有任何關係 因為你報師是出於你自己 她真是假 她用的錢是怎樣用 她買豬肉也好 她買餅也好 買煙也好 也不關你的事 因為是她自己要受這個因果 你報師也會受你自己的業 你會種一個善業 所以不要想對方是真是假 所以老人家那次 關你什麼事 去加去真 是你說去加是你說去真 就是說我下了一個我見 我下了一個人見 天天都是這群黑衣仔 明明是假的 還不是去你 還不是假的 是我的問題 如果我那時候一起了這個心念 就算我報師給她不是五分錢 我報師給她是五十元或者五十萬 一點功德都沒有 一點功德都沒有 所以實在是好一點滴的事 我記了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OK 好了 這個鏡頭被國王抓了 放了她三次 就是因為她是孤獨長者的侄 孤獨長者知道國王不懲罰我的侄 就不行了 覺得不行 這個太無道德的事 就將她帶她去見佛陀 佛陀就告訴她 她說 你知不知道Chamma 為何會這樣 因為在加涉佛的時候 Chamma 已經在加涉佛的年代出生 她是一個摔角手 原來舊時古代也有摔角 印度也有摔角 她是摔角手的champion 就是冠軍 冠軍 她說很厲害 有一次她贏了之後 她就在佛陀 有個佛像 在佛像綁兩條很漂亮的彩帶 供養兩條很漂亮的彩帶 在供養彩帶的時候 她就發了一個願 她說 願我生生世世 只要和我沒有血統關係 沒有血緣關係 不是我的家人 所有的女人 看到我都對我歡喜 生歡喜心 她發了這樣的願 所以她生生世世 都被女人 很容易愛上她 她就荒淫 無道 所以她有很多女人 她有很多女人 黏上她 所以佛陀就教她 你是不可以這樣的 因為怎樣 淫 淫度 邪淫 對你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 破你的道德 她說 你將來要受這個果報的時候 你會很苦 佛陀解釋給她聽 幸好她真的有善根 你想想她能夠在加涉佛的時候 已經生為人 她一定是有善根 她也將兩條彩帶 去裝飾這個佛像 雖然她發覺願不好 但是她裝飾這個佛像 那個行為好 但是她發覺願不好 就是兩件事 兩件事 她這個行為很好 她裝飾這個佛像 但是她發覺願不好 所以她得到的 裝飾這個佛像 所以她今生怎樣 可以成為一個這麼漂亮的男人 也吸引到這麼多人 也有一個這麼好的長者 為她的叔叔 還是舅父 或是叔叔 或者是伯 你想想她 她也是有福的人 所以她聽到佛陀 跟她說這番說話的時候 她就明白了 她就知道了 她就改過了 所以你說有一個智者在你旁邊 多有福 好 我們第三一一解 她說 如果不善 即是錯 不善 即是錯 撿菇沙 菇沙是甚麼 菇沙是一種草 一種草 這種草 就是香草 但是她很容易導致人敏感 等於像我去摘黑莓 那樣 刮到手全都紅了 即是不善執黑莓 即是不善執黑莓 那樣內生 你會墮入地獄 第三一二解 她就說 朱有善執諾行 及掩污戒行 懷疑修凡行 彼不得大過 她說 你有善執諾 即懶 及掩污戒行 掩污戒行 掩污戒行 即是犯戒 即將戒 將戒的行為 全能掩污 即是犯戒 懷疑修凡行 對修凡行 清淨凡行 即是離開邪淫 修凡行 你會覺得 對修凡行有懷疑 你會怎樣 匹不得大過 你不會得到有善過 這個故事 有三句計 一齊看 三一三計 應作所當作 她應該做的 就應該要做 作之需盡力 你做的時候要怎樣 要盡你所能 不要可以做十分的 你就做五分半 或者做七分半 應該盡你所能 十分的要盡十分的力 放蕩又行爭 增長於欲塵 她說 當你放日 當你懶惰 不勤力的時候 又行爭 即是被憂 她說 增長於欲塵 這樣只會怎樣 增長你的欲望 就是這樣 這些欲望是塵救 好像灰塵 遮住我們的佛心 遮住我們的慈悲心 這個就是講一些 很固執的庇憂 這些庇憂 就是 曾經 去砍一些樹木 她就覺得後悔 後悔就跟另一個庇憂說 我真的很慚愧 去砍一些樹木 另外那個比喻說 嘿 砍樹而已 小事而已 你為什麼搞得這麼大件事 實在 我們是不可以 不可以隨便去砍樹 在我們界界裡面 是不可以隨便去砍樹 她說 她說 不用緊要的 沒什麼所謂的 你跟我說了 我就懺悔了 要不要這麼難受 要不要這麼自責 一路就跟這個比喻說 然後就說 這些小小界 你不用擔心 然後呢 怎樣 自己就隨手 隨手 在地上拔一些花 去拔一些樹 去搞 去撕爛它 去處理 佛陀知道的時候 就告誡他們 就告訴他們 你是不可以這樣做 在這個界律裡面 是不可以這樣 為什麼 樹也有很多眾生去妻生 你不可以隨便去砍樹 去拔草 去收這些樹木等等 她說 她最初 佛陀說的時候 完全不入意 等於我們 老師對著我們說話 我們不聽 心不在意 所謂 左意入 右意出 右意入 左意出 心不在意 為什麼 一 可能我們自己 嬌慢 二 就是鞋桌 三 就是 頑固 佛陀是一個很慈悲的老師 他不厭其煩地 三番四次跟彼優說 你不要小看這些小界 你小界遲不到 你如何遲大界 如何遲中界 如果你不遲好界的話 你則翠向地獄 我們要記住 佛陀說這些 翠向地獄 不是要恐嚇我們 不是要恐嚇我們 我不行善 我做惡 我就會落地獄 我真是怕落地獄 我就去行善 不是 如果佛陀是做恐嚇的老師 老師的話 他就不稱為佛陀 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西方的宗教就是這樣 你不信我嗎 你死後就落地獄 你信我嗎 你死後生天堂 但是佛陀不是 佛陀告訴我們 地獄裡面是怎樣的 但你是可以不進入地獄 佛陀要我們明白什麼 明白我們身體的口語的思維 種種的行為 是好像種子那樣落因 種一個因 因為因就會出一個果 所以他要我們明白 這個因是我們自己種的 果也要自己受 沒有人幫我們揹得到 所以他不是恐嚇我們 他實在是另外一個方便 就是讓我們看清楚 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 我們又會有這樣的果報 如是因如是果 是一定不會離開 無論你究竟相不相信恩果 你都會受著這個恩果的法則 被批判的 好 後來這幾個比優 都聽到佛陀說這件事的時候 終於明白了 就很努力地修行 後來他們都證了阿羅漢果 OK 實在我們要明白 這個真是業 因果 因果就是業 善因善果就是善業 就是這樣 OK 第三一四解 三一四解 不作惡業性 作惡後仇苦 作諸善業性 作善不仇苦 當你做善行為的時候 不要說日後仇苦 不要說仇苦 不要說仇苦 做惡後仇苦 做了惡後仇苦 你做了惡後仇苦 你會受很多痛苦 你會受很多痛苦 作諸善業性 作諸善業性 當你做善業的時候 你就會有勝利 作善不仇苦 當你做善行為的時候 你日後不用仇苦 不要說日後 你現在都不會受苦 但當你做惡的時候 你會心驚膽跳 經常怕被人發現 經常怕被人發現 或者被人發現了之後 被人抓了要受 國家的制裁 法律的制裁 法律制裁之後 這個是花布 果布在後頭 果布在後頭 果布是甚麼 還未是結果 開了花 果布在死後 才叫做果布 這是花布 以前有一個疾度心很重的女人 和丈夫住在黃瀉城 在社衛城裡 她發現 丈夫和家裡的女工人 私通 很生氣 很生氣 有一天 她把女工人 綁在房間裡 把她的鼻子 把她的耳朵 割下來 割下來 她覺得下手 然後她和丈夫去其樹吉 去見佛陀 去見佛陀 這個女博人 被女主人綁在房間裡 那些家人就救了她出來 救了她出來 救了她出來 就帶了 知道她們去了佛陀 那裡 就帶了這個女工人 去佛陀 那裡 去到佛陀 那裡 這個女主人 和男主人 就去佛陀 那裡 在探佛陀 佛陀 看到這個女工人 在大眾裡告訴所有人 她的女主人如何對待她 佛陀說 你們不要犯這些不善的行為 不要做不善的行為 實在這不僅對工人說 也要對主人說 供人也犯不善的行為 主人也犯不善的行為 男主人也犯不善的行為 實在三方面都有問題 她說 你們不要做這些不善的行為 以為沒有人知道 以為沒有人知道 實在是紙包不著火 她說 你們在私下犯了這些不善的行為 一旦被人發現的時候 還會招來更大的痛苦 更大的哀傷 她說 善的行為可以靜悄悄做 不善的行為千萬不能靜悄悄做 善的行為會帶來善果 不善的行為會帶來不善的果 所以善的行為帶來的就是快樂 不是愛傷 這個女主人就在佛陀面前 承認她自己很大的疾度心 希望佛陀的教誨 佛陀對她等等的教誨 她希望自己深深地立受領受 然後希望自己真真正正可以改過 當下至少碰到一個善知識 可以提醒她 這個三一五計 她說 譬如邊區城內外均防護 至戶當逆意 賊羅莫放日 賊羅疏忽者入地獄受苦 她說 譬如在邊界的城市 至戶當逆意 內外也會受到保護 她說 自戶當逆意 當然我們也要自己 那些人要自己保護 賊羅莫放日 賊羅即是很快的時間 她說 不要放棄那個機會 不要懶惰 賊羅疏忽者 她說 當一刻你去疏忽的時候 怎樣 疏忽做不善的業的時候 怎樣 你便會入地獄受苦 你便會去受苦 這群比佑就去村落 結下安居 第一個月的時候 村民很妥善地照顧他們 供養他們所有的食物 誰知道 第二個月的時候 村裡有很多搶匪來 就搶走村裡的所有食物 那些村民還要怎樣 有些村民被這些搶匪 捉了去做奴隸 這個村民 就要從 有些村民 剩下的村民 就要重建這個村 重建這個村 要保護自己 那就沒有辦法 那麼豐富 那麼多東西 去供養這些秘憂 比如這些人 這些鄭人 主要求多福 都沒有辦法 對吧 結下安居的時候 完了 他們便回去黃社城 見佛陀 跟佛陀頂禮 去皆さん便向佛陀報告 在結下安居的時候 村民 因為被搶廢 搶走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得不到很多的供養 我們想得到的東西都得不到 所以安居幾個月 他們過得很艱辛 佛陀告訴他 比丘說 如果你想擁有無憂無慮 輕輕鬆鬆的日子 本來就是很難的 因為比丘 比丘何謂比丘呢 比丘即是乞士 乞士即乞醫 因為我們是乞士 乞醫 因為我們沒有收入 我們也不會出去打工賺錢 所有的東西都是別人供養而來的 我們不可以自己去賺錢 或者投資回來買食物 這不是出家人的生活 這也是讓我們學習 學習感恩和學習謙卑 而是說人家供養給你 你要感恩 人家供養什麼東西我們都要吃 吃什麼都覺得是好的 因為人家用血汗錢換柴米油鹽回來給你 你不謙卑 你不感恩 拜多拜幾拜佛 拜多幾拜佛 你都不夠賠 若人不了道 事主一粒米大魚衰眉山 若人不了道 披霧大角患 所以佛陀說 本來你想輕輕鬆鬆過日子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因為比丘的生活就是要勤奮 本來就不容易 本來就是困難 等於村民要保護那條村 實在是要時時刻刻 自我覺察 自我警惕 自我提起這個正念 努力修行 這是我們大家身為比丘 應該要做的事 所以佛陀就說了這六句話 佛陀在這幾句話中 提醒佛陀 事上要怎樣 事上要觀察自己的心念 事上要檢查自己的心念 事上要防守自己的心念 不要讓自己怎樣 不要讓自己那麼容易 那麼容易生起不善 然後做出不善的行為 說不善的遇上不善 就等於我們防守自己的身心 就等於怎樣 就等於這些村民防守自己的村子一樣 就是這樣 OK 316計 他說 不應修而修 應修而不修 懷恥邪見者 眾生吹惡吹 他說應該覺得羞恥的時候 就應該要覺得羞恥 不應該覺得羞恥的時候 就不應該覺得羞恥 但是你應該覺得羞恥的時候 你就不覺得自己羞恥 不覺得羞恥的時候 你就覺得自己羞恥 那就搞到亂了大陸 壞恥邪見者 這就是不正確的觀念 他說眾生吹惡吹 吹就是會怎樣 賣向的意思 就是一路賣向的意思 他就不會墮地獄 他說 譬如我們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 想到不應該想的念頭 說了不應該說的東西 這些是我們覺得 哎呀 我們應該覺得羞恥的 如果我們不覺得羞恥 應該羞恥的東西 我們不覺得羞恥 那就是一個問題 他說好了 他說不應報見報 應報不見報 我們應該覺得恐怖的 恐怖就是說 怎樣 怕的我怕的 不應報見報 不應該怕的我們就怕 應該怕的我們就不怕 懷恥邪見者 這就是不正確的觀念 眾生吹惡吹 這樣就會怎樣 將來墮地獄 就是說我們的觀念要很正確 所以為什麼在八正道裡面 這個怎樣 正見正思維 很重要 這個所謂我們 我們學佛 我們學法 我們修行 要在什麼 在一條正知正見的路上 無論我們眼看的 我們耳聽的 我們時常都要用 正知正見去看 我們正知正見去聽 不要胡亂信 不要胡亂道聽途說 所以八正道 是真是一條 十全十美的一條路 提醒了我們這麼多東西 實在無論是修行也好 無論是我們平常的生活也好 如果我們依照八正道的話 我們不會做出這麼多人我是非 這個社會不會這麼亂的 就是因為很多事 缺乏了正知正見 所以正的事 變成了 搞到怎樣 有時就變成亂七八糟 反而會大動人心 或者大動亂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有一天 有幾個愛道 你知佛陀那段時候 有很多愛道 最著名的就是有六個 愛道 律師實在佛陀 跟他們學法 但是佛陀 跟他們學過 每一個都超越了他們 而且發覺他們的法是不夠 是解決不了佛陀那種疑問 人對生命存在的事實 那種疑問 所以佛陀是不停地去尋求一個答案 直至是自己 自己在善座裡面 在一個精定裡面 才發展到這個 讓這個智慧完全浮現 實在不是這一生 是多生多世 好像大家聽完《法花經》 我上個禮拜講的《法花經》 大家就知道了 佛陀不是這一生成佛的 是多生多世成佛的 不過今生現這個化身出來 成釋迦瑪利佛而已 這些愛道 我很喜歡打大赤裸的 不穿衣服的 出去行喀的時候 這些愛道很奇怪 平時有一塊布遮著下體 但是那次他們不遮下體 就反而將那塊布遮住自己的瓦 他的瓦是以為托瓦 是行喀的 那就奇怪了 有一群比丘就看到他們 就說評價他們 你看一下 應該遮住身體的愛道 反而不遮自己的身體 反而要遮住自己的瓦 這些人 這些愛道 會受人敬重的 這些愛道聽完之後 聽到一些比丘說 就說 是呀 當然 我們當然會受人敬重 我們這塊布 不是要遮住我們的身體 是要遮住我們的瓦 因為為什麼 這個瓦 會有很多灰塵 很多蟲藝 可能爬進去這個瓦 這些灰塵中 灰塵裡面 有很多眾生 我們要保護這些眾生 等於我們說 一杯水裡面有八萬四千眾生 我們看不到 所以我們用過濾 就是這樣解釋 但是他們說 灰塵裡面有很多眾生 所以我們應該遮住 下體的布 我們用來遮住這個瓦 比丘回到精射的時候 就告訴佛陀 佛陀 佛陀 這些愛道就說這些話 佛陀說 比丘說 這些愛道就是 應該覺得羞愧的時候 應該要遮住下體 他就不會遮住 走去遮住一塊瓦 遮住自己的瓦 應該怕的 他就不怕 不應該怕的 他就怕 那些塵 他不應該這麼擔心 那些塵 也不應該這麼擔心 他應該擔心自己 自己露體 這件事 他應該要擔心 他說 這些不知羞恥的行為 他們自己怎樣 他們是因為他們的知見錯了 他們有見解錯 當他們見解錯的時候 他們就會走錯路 走錯路的時候 就是走向地獄道 惡道 惡道 等於一條路 我們要去 我們要出溫哥華 我們當然是跟 Highway 1 Highway 1 也好 Highway 7 也好 不要理 但是如果走錯路的時候 你去不到那間高華 你不知繞過大圈 可能繞過六七個小時 你都去不到 或者你始終繞過十幾個小時 你都去不到 就是因為走錯路 離開這裡的正道太遠了 我們說這兩句 好嗎 還有兩句 第三一八計 他說 飛過思為過 見事過見無過 壞恥邪見者眾生吹惡吹 實在跟剛才那個差不多 他說 你見到 飛過思為過 飛過即是說 邪見 你覺得 他是怎樣 他是正見 試過見無過 見到正見 你覺得他是邪見 懷恥邪見者 你心裡的觀念是錯的話 就沒有用了 你就會怎樣 眾生吹惡吹 好了 第三一九計 他就說過失知過失 無過知無過 他說錯了 我知道錯了 我沒有錯 我知道沒有錯 懷恥正見者 眾生吹善吹 如果我們知道 我們心懷這麼正確的觀念的話 這些眾生是會邁向善果的 這就是一位外道的信徒 他們就很不希望他們的子女 去聽佛陀說話 因為 佛陀的聲望太好了 他們不想自己的愛道的聲望不夠高 也不想自己的子女跟佛陀學 就跟那些小孩說了 你們千萬不要去奇樹級孤獨院 千萬不能向喬達摩和彼優鼎禮 千萬不能向喬達摩和彼優鼎 他們是邪人 他們是不對的 他們不要去 這些小孩從來都不敢去 誰知有一次 這些小孩在奇樹級孤獨院附近玩 玩到顧慧就很頸害 但大部份的小孩都記得自己的父母說 叫他們不要去見這些比憂 但是其中有一個小孩的爸爸媽媽 不是愛道的 是佛陀的信徒 他就帶著小孩 不怕的 不怕的 你跟我來 我們進去吧 進去精舍一定會有水喝 進去精舍 這個小孩又喝了一杯水 喝了一杯水 然後就跟佛陀鼎禮 很厲害吧 跟佛陀鼎禮 鼎禮完 他就說 我的朋友不敢進來 因為他的爸爸媽媽 叫他們不要進來 佛陀說不要緊 你出去帶他們進來 他就說快點來 跟我進去喝水 佛陀在裡面 那些小孩 以知小孩是天真無邪 然後跟著小孩進去 喝完水就坐在這裡 好像我們這樣擔凳子 坐在這裡聽佛陀說故事 佛陀跟他們說佛法 之後這群小孩很開心 回到家就告訴爸爸媽媽 我們今天去了精舍裡面 聽佛陀說故事 爸爸媽媽 晴天霹靂 你聽她說故事 你說什麼 他說沒有 他說一些 不行的 你不可以聽她說 他說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不可以聽她說 這些外道的鄰居 有很多都是佛陀的信徒 聽見他們大叫大叫 就罵子女 過來跟他們說 哎呀 你不要這樣說 你的子女 佛陀不是這樣的意思 佛陀說的是這樣的意思 這樣的意思 跟他們解釋 然後他說 不如我們帶你去見佛陀 你聽聽佛陀說 幸好這群父母也有善根 就跟著這些佛陀的弟子 去佛陀的去精舍 去聽佛陀說 佛陀就跟他們說 說了這兩句話 說了這兩句話 他們終於對三寶 對佛陀就有了信心 後來就跟著佛陀 就成為佛陀的很好的弟子 好了 講完了 第22品講完了 有一個實際有好幾個問題 我今晚選擇答一個 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朋友就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生死有命 富貴在天 若要改命 必先修行 這是他原裝是這樣來的 他打簡體字 我就打簡體字 我沒有改他的東西 他說演結法式 你可以說清楚一點點 生死有命 富貴在天 這並不是佛教的思維 生死有命 富貴在天 佛教是說 慰心論 這是說什麼 這是說什麼 是真的定了 未必 那你的命 究竟是誰定的 是不是天定的 富貴是天定的 又未必 實在 如果從佛教來看 生死生死的命 是從一個因果法 一定要從一個因果法去看 所以以前 我們中國人 尤其是儒家學者說法 我命由我不由天 他說我的命是由我決定的 不是由天決定的 所以人們說 我可以改命 我可以改命 我可以努力 所以就出了很多人 就是要自己怎麼努力 如何去抗天命 等等 所以在我們中國 我們中國幾千年的歷史 儒家就說一下 就說這件事 好了 道家就說 不是 道家就說這件事 好了 儒家說什麼 儒家孔子說 五十二知天命 他說生死有命 富貴在天 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 這是孔子說的 儒家思想說 所以一直以來 在我們中國人裡面 很多人 或者就算西方人都會說 如果這條命 不是因為天的話 我就可以怎樣 希望我可以自己改命 所以可以激勵到人 要去努力 不服命運的安排 勇於對抗命運 通過博鬥 奮鬥 希望可以改變到自己的命運 所以實在在這樣的情況下 實在我們都聽到有很多激勵的故事 是不是 我們都聽到很多激勵的故事 因為他們不信定命論 不信定命論 那他可以跟自己爭取 但是佛法當然 佛法不是說定命 但是佛法是說從一個因果角度去看這件事 這個命運究竟是如何去看呢 實在不可以離開 命長命短 富貴貧窮 無論權行下賤 這些全部就是要怎樣看呢 我們一定要唯有從一個因果角度 才可以很圓滿地解答到這幾句話 是不是 一定是從因果角度 因為我們人的福報 我們人的生命 我們究竟是吉是空 這個就是業 這個就是業 我們為什麼一個人 我們一堆人同住一個地方 但是為什麼我們 比如有些什麼天災橫禍的時候 為什麼這群人沒事 為什麼那群人有事 為什麼那群人有事 有些人是死 有些人是不死 或者傷 或者殘廢 諸如此類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就是業 就是今晚整晚說的 就是因果 因果就是業 所以這四句說話 生死有命 富貴在天 若要改命 必先修行 一定要從這個因果法去看的東西 我們才能夠真真正正可以了解到 這四句說話的意思 在佛教最普遍 大家耳熟能長的幾句說話 就是若知已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如果你想知道我們過往世究竟是怎樣 我們今生 我們今生所受到的 所感受的或是我們所經驗的 就是因為我們過往生所種的種子 今生所受到的果報 如果我們想知道我們來生是怎樣 我們今生究竟是怎樣做人 我們今生怎樣做人 我們內世就是有什麼廣告 今晚整晚都是說這件事 所以如果我們明白我們人的福報 無論我們的富貴 無論我們長命或短命 或是我們大吉大利 或是有什麼不好的 都是怎樣 都是因為這個因和這個果 因為有這樣的因而成這個果 現在受的是一個果 所以前世因今生 前世今生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佛教不是一種迷信 你看到這是一個很科學的一件事 用一個很科學的方法 如何教導我們 名由己立福由己收 禍福無門為人自照 即是說 名字 你臭名也好 善名也好 是由我們自己成立出來的 是我們自己的行為 好了 福由己收 你有多少福是你自己收回來的 是別人不可以給到你的 禍福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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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根本沒有這個禍的話 你的門不會打開 有這個禍進來的 如果根本沒有這個福的話 你打開門的福也不會進來的 為人自照 是因為自己 全部都是因為自己 如果大家如果說 我們怎樣可以改名 真的要修行 修行是代表什麼 我們知恩識果 明恩明果 要在自己心地上 在心色中 我們要明白 要改變自己 如果我說 我這一生 一生老倒 我一生做什麼都好像失敗 那是怎樣的 前生一定是怎樣的 可能陷害過別人 人讓別人一生都失敗 又或者自己不老實 或者諸如此類 一定是有這樣的恩國 我這一生經常都這麼多病痛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不夠慈悲心 可能自己傷害過很多眾生 殺業重 所以為什麼 有些人一出生就病 病到一生都病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聽過 我來中國有一個叫袁鳥凡 在明代的時候 鳥凡四分就是這樣出來 袁鳥凡在年輕的時候 碰到一個人叫神算子 這個神算子跟他算命 他說你注定 只能活到53歲 然後不會升官 不會發財 不會有兒子 不會有後代 曾幾何時 我們很多人都曾經去算過命 沾過掛 對不對 孫命先生怎麼說你 53歲命 沒有兒子 不會當官 不會發財 就是這個原料犯 他起初的時候 會看到 這個神算子說的東西真的很對 他真的沒有兒子 一直都沒有兒子 又考來考去都考不到 當不到官 他對這個生命 對自己的未來 完全失去信心 誰知道 他有一天 有一天 經過一間寺院 碰到一個蟬師 叫雲谷蟬師 雲谷蟬師就跟他說 他說 這個明不是明 不是明 是明 命由己立 打錯了 因為我用拼音 是命由己立 他說你的命是要你怎樣的 是你自己去創造出來的 福由己修 這個雲谷蟬師跟他說了這四句 命由己立 福由己修 禍福無門為人自焦 他給了一本書 叫做功過格 那本書叫做功過格 給了一本功過格 叫他你自己回去怎樣 給心機去修行 等於現在有些 例如好像念佛 或者持咒 念完都圈一圈 念完圈一圈 袁蟬凡就從那時候開始怎樣 開始行善 他那時候開始一日日行一善 然後每日三省五身 三次不停地反省自己 我今天做了什麼事 好了 開始的時候就這樣做了 然後慢慢一日做三千個小善事 三千個小善事 三千個 然後一路做到每日做一萬件的大善事 我們一件大善事都做不到 何況一萬件 在他努力做善事的過程中 他發覺神算子算的東西已經開始不准了 他的命開始變了 潛移默化地變了他的命 終於怎樣 終於他活到七十四歲 多了十九年的命 他怎樣 他終於做了盡事 做了官 他還有什麼 他還有不知道多少個兒子 不知道五個還是六個兒子 生了 那你想想 他 我問他沒有那麼多 不知道一個兩個 總之他有個兒子 我記得他有個兒子 叫做 袁嚴 其人邊穿個嚴肅的嚴 袁嚴 這個袁嚴 後來也考到盡事 總之做了官 那你想想 袁嚴 在注定要短命的 但他也變了長命 注定沒有兒子 他也有兒子 注定不能升官 都可以升官 所以這個不是定命論 在佛教來說 我們的命不是注定的 是 現在我們受的 是已經定了 但是可以在當下 這個果裏面 我們改 我們將來的命 所以因果因果 不斷就這樣解釋了 OK 明白了吧 好 沒問題了 有沒有人有問題 沒有了 好 我們星期五還有國語班 六點至八點有國語班 就是講我的本書 叫做龜徒的本書 現在這個國語班 我看看開得多多少 因為國語班實在是希望 為國內的學生來開的 但是因為可能上不到Zoom的時候 就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怎樣 開得多多少 然後我們星期日 就是加拿大星期日的時間 就是北美時間 早上8點至11點 就像過往一樣 有半日禪 但是今次的半日禪 一定要報名 還有你們坐了 是舊生我們才可以接受你 所以舊生今次都要報名 什麼叫做舊生 曾經跟我學過 至少半日禪 或者一日禪 或者七日禪 或者十日禪 都叫做舊生 OK 好了 好了 好 那我們回鄉 我們就要報名 願意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可等遇眾生 皆共成佛道 我們祝願有更多的人 能夠聽聞佛陀智慧的法語 好好地學習 好好地 體會好好地實踐 讓自己從自己 所有一切的 邪姿邪見 從自己所有一切的 煩惱中解脫出來 得到真正的快樂 自在 和自由 好 晚安 各位晚安 拜拜 拜拜 Good night Good night 谢谢大家